那么在西方国家 律师不但收入稳定 而且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 但是在中国大陆 律师的地位则十分的尴尬 尤其是维权律师 虽然在民间他们很受欢迎 但是却经常的受到当局公检法部门的百般刁难 不但尊严 被肆意的践踏 甚至还会遭受人身伤害 失去自由 尽管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大陆维权律师的艰难处境 极为的关注并多次的谴责中共当局 但是维权律师的待遇呢 依然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 维权律师是中国大陆独有的特殊职业 因大量维权事件和社会矛盾而产生 专门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与公权力抗争 却得不到律师应有的对待 生存环境步履维艰 因为嘛 我昨天安排都是比较久人 比如说七都政府的了 就挺强势开团的了 维权律师们表示 最多的刁难通常来自公检法司等部门 例如 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 律师如果想见到被告人 需要办案人员的安排而不是批准 但警察往往会找各种借口拖延 而当律师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或需要提供证据时 侦查机关大多置之不理 甚至出示假证 在检察院 维权律师经常会被延迟 甚至拒绝阅卷 到了法院 律师们又会被强制安检 遭遇搜身和扫描 但实际上中国法律并没相关规定 因此对律师们来说 这种安检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 很多律师因拒绝和抗议安检被非法拘留 在熬过重重刁难和阻挠后 维权律师在开庭时还会被禁止出庭辩护 辩护时会被法官随意打断等 几乎所有的维权律师都受过来自公权力机关的威胁 恐吓 羞辱和报复 严重的还会被暴力攻击 吊销执照 非法拘禁甚至判刑 经常有维权律师会因此失踪 中国维权律师梁晓军在博客中写道 从王全璋律师被拘到程海律师被打 接连发生的侵犯律师职业权利和人身权利的事绝非偶然 高智胜律师还在新疆沙雅监狱服刑 腾彪律师在石家庄被法警驾着扔出法院 唐吉田律师和刘薇律师的吊罩门被吊销律师执照 张凯律师和李春富律师在重庆江津被靠于铁笼 李靖林律师在满洲里开庭的前夜在宾馆被抢劫 我在山东昭远被拘于开庭的看守所之外被流氓推丧 一位名律师感慨 一个真正崇尚法治的国家就必然会重视律师的社会地位 国家的法治实行程度可以从律师在社会中的地位作为耻规 由于律师是直接的执法者 所以他们对法律的理解与评价是其他人莫所能及的 因此不难理解在中国大陆 为什么连律师都已经不再相信法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